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婚前是一个天赋极高 却懒散不努力的演员 婚后为了家庭 放弃了自己的影异事业 从此全身心投入家庭 他们相恋二十年几乎没有过真正的矛盾与吵闹 过得算是平凡寻常 波兰不惊 光着这一点就已经完胜了很多夫妻 黄磊作为一个聪明的智者懂得包容妻子 在和丈母娘的相处上也是非常和谐 她自称作为女婿和丈母娘的关系 甚至比孙丽这个当女儿都更好 这就是睿智的男人 今年四十一岁的孙丽诚如丈夫黄磊所言 是一个懒散的人 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了家庭上 如果当年孙丽不退出迎庭 说不定现在也是一个很有一些女性了 她的演技真的很好 长得十分漂亮 虽无妩媚不可防悟 却犹如茉莉花一样淡然游香 游记的在胡歌主演的《千剑宜》中的青儿 拉弓箭的那一幕真的很惊艳 让人过目不忘 如今 孩子已经日渐长大了 连小儿子都已经两岁了 她也正好重拾爱好 就是跳舞 孙丽原本就有舞蹈基础 已经四十一岁的孙丽跳起舞来 仍然像一枚少女 孙丽身材本就高挑 她有172公分 小蛮腰更是惹人县 这身材一点不像生过三个孩子 认真看孙丽的舞蹈力度还是欠缺 熟稳度有余 力度不够 对于花费舞蹈多年的孙丽来说 能跳成这样已经很好了 勇气可嘉 华美的眼光果然不到 任何一方面皆是如此 再去老婆的这一方面 更是眼光精准 孙丽确实适合当老婆 她不抽烟不喝酒 不喜欢参加大型聚会 平时孙丽也极少生气 于是也从不计较 任何事情都是相互的 有个校房内这样的好老公 既能赚钱养家 又能帮忙照顾孩子 下厨 换成任何女人都会很幸福的 孙丽是好命的 遇到了个懂她爱她珍惜她的好男人 现实生活中普通的女人是既要赚钱养家 又要教育孩子 还要除离婆媳关系 家庭的一地鸡毛 再有好脾气的女生都会